这球不该拉丢啊 很可惜啊 这是一个基本上是棋锋对手的比赛 都是左手配右手 封堵着全面的球台 云天皇经过刚才第五局比赛的受挫 好像是得多少少受了一小点影响 有点影响 第五局比赛2比7 输给了梁敬坤 双打比赛 0比3 魏超于晋航 对程庆琪和翟超 两位老将24岁22岁 对阵的天津队的是18岁15岁 3比0 3比0 翟超领先 这是一个三局两胜 打到最后一局抢7的比赛 对 满身 这两个人 我估计在配合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出入 是吧 因为他们俩也是首次配队 好球 左手位是浩 打到正手的时候是一个反手 1比3落后 1比4 1比5 成定棋宅超 5比1领先 双打比赛节奏很快 比分迅速的攀升 成定棋发球 左手 放手 节奏上稍稍有点变化 有的时候 没有机会的时候 不必要特别的着急发力 5比2 哎这个球 摘超不该丢啊 这球摆的很高 不应该挑丢 3比5 运行好发球 正手的位置 都是正手的位置 好球 漂亮 好球 抓到手 右手 就放在我直角 来 123 翔和 擁有 8 4 5 4 5 4 4 5 这个位置上的不太充分 上的不够到位 所以导致拧这个球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没够到 所以拧失误 4比6 6比4 担超领先 上来直接拧 拧了 6比5 为啥这个拧 稍微在侧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你看他拧了拧过来拧上了三个球 成全齐都没有回上 正好在他的侧身位置 拧转 6比5 6比5 拽超发球 再拧 好球 漂亮 漂亮的队长 卫世浩和于心航这两名年轻小将封堵的这种 对于全场的这个线路的把控 明显的比这两位老将要稍好一点 他们那种空当的拉开更好一些 就不会再有那种重叠 那种跑位的双方出现尴尬 因为这个于心航相对于本身他就比较灵巧 而且他的跑动啊特别灵活特别快 相对于翟超来讲呢 他跟成建奇配对 他俩虽然很磨叽 但是他们俩都是在短球阶段特别好 在大路球以后啊 翟超相对慢一些 你看 好球 刚才又是正直到话音未落地啊 紧接着就是对方拉到了这个中远排的时候 明显天津队这两名选手就占有优势了 好 7比6 反超一分 魏智浩于心航发球 魏智浩 一撮 发上 哎呀 好 六少的反手中长台的反拉失误出台 7比7 这个时候估计 八周这边成建奇又变发球了 应该会变他的这个拿手的这个勾手发球 因为这个球确实是威胁性很大 7比7 果断变了 哎呦 很转 这个很转 因为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嘛 成建奇发这个勾手啊 右手运动员就是很难解 接不太好机 很多人都接不好他这个发球 所以他在双打中 一到关键时刻就经常发这个 也占有一定优势 8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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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建奇 8球 于心航接球 狗球 哎呦 连吃两个呀 这球发的更转 比刚才那个还要转 转的刚才这个球弹跳也是有点没起 所以明昌这个球想拧 确实是拧漏了啊 没有拧到 7比9 落后 预想发球 漂亮的白段 漂亮的变线 这球转天奇打得很聪明啊 10比7 哎呦 11比7 7比11 挑出界 正是 正是好 在前面的拼超 几年联赛当中 后比8周 与咱们天津豪安 基本上处于一个位置上贴得很紧的 差不多 所以想到 在今年的2016 这都是老牌的这种双打配队 他们在一般双打的比赛中都能取得一分的胜利 就是很少能有人就是能赢得他们 因为他们配合相当默契 而且还有像新秀梁敬坤 这个就是年轻的这种运动员 杀伤力冲击力很大 对于一些主力运动员 像包括我之前有提到对上海的比赛中独得两分 赢得许心 实力不凡 再加上他们整个这个这个这个整个队伍非常的配备非常的齐全 就包括还像发射棚这种直板的打法 对 所以说他们这个队伍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这种球形 但是一般队伍想赢他们也很难 再加上他们每一场都非常的拼 凝聚力很好都非常团结一直都是非常拼 所以现在来讲冲进前三名也算是正常 因为刚打了第一阶段 冲入了拖拖的跑位 余星航多得第一分 好球 漂亮 拉到中远台的相持阶段 天剑的卫视号余星航两个人之间的步伐配合跑位 就明显的发挥出来自己年轻的优势 2比0领先 余星航发球 好球 这个球 这球应该拉到 这球余星航已经跑到位了 但是这个弧线稍微差了一点点 2比1 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比赛 第一局比赛 余星航到了正守卫发这种短球好像不如到反守卫发 有危险 对一个是因为这个双打这个比赛的规则特点啊 他必须要站在这个对角线发嘛 因为他只能发在对面 因为他只能发在对面的一个位置 对 所以说对面也就钉死了就在这一个位置等着急 相对于这个难度就下降了很多 对 他不像他发拳台 对 他如果发拳台 他有长的配合的 他这个球发的还是有一定威胁 他这个变成单一落点的这个发球之后 就威胁性就大大的下降了 哎呦 继续持球 我还以为两个人掉一个个人维持号就能够有所改观 维持号也是持球 2比3 哎呦 3比3 也基本上和持球差不多 对 两个人获胜的关键就在于这个揭发球 如果两个人能把揭发球短球这一关处理好的话 相信打到中台这种相持球 两个人的能力是要高于成年齐摘超的 3比3 成年齐摘超这个配队的主要特点就是在于这个 发三板 发球接发球 这种短球的把控上特别好 所以他们在一定一定 一般这种配队跑位稍微差一点 配合不够默契的 或者这个短球技术稍微差一点的这种配队 他们就是能取得很大的优势 因为一上来他在发球阶段就能牵着住你 连得4分 5比3 由刚才的1比3落后 现在捞到了5比3 连得4分 请就暂停 这对选手打的确实是漂亮 这对选手打的确实是漂亮 正像刚才郑主郎所介绍的那样 一人杀手梁信坤的比赛当中 是稍稍的有所起色 但在最后的决胜局还是2比7 2比3 输给了对手 不过前四局的比赛呢 双方都是半斤8两 8比11比11比8 4比11 11比4 现在是第三场 双打的比赛 第二局 第一局 3比5 3比5 落后 翟超 发球 好球 看看能不能抓住翟超 发球的这个弱伦 5比4 因为一旦到了梁信坤发球的时候 我们天津这两名小将 明显的对他的这个 发球少少 对上天机发球发的 确实是这两人接的都不是很好 好球 好球 抓住了翟超发球的机会 连得2分 5比5 云尿要再次把优势再拉大一些 好预防着啊 梁信坤发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好大 漂亮 这个球稍微拉刺了一点啊 没有拉实 但是很转 这种前冲的威力很大 所以稍稍滚过了球吧 6比5 刚才3比5落后 连得三分 6比5 宇信坤发球 好球 7比5连得2分 又到了成静齐 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成静齐也是连连摇头 看看他的这种发球 天津队有没有应对之策 上一局的比赛 余仙航 基本上倒在了对手的发球的这个环节 看看卫世浩 好球 三个了 这时候明显看着就很专 弧线特别低特别平 这球好像只有粗啊 拧不起来啊 6比7 哎 错一下 好球 哎呀 7比7 这个球实际打得很好 包括刚才运向这把球 防守防的都很好 关键是这一把的衔接 ка 10比7 你獲得了 straight 争来 affairs а desired при6 Alicia 娱仙舣 比7 比7 对 ór wide 哎呀失误了8比8 这球是个机会啊 这个球不应该拉丢 上打第二局8比8 低局比赛当中 卫士号于信航 7比11输给了成敬其宅超 两名下年轻小将对于成敬其的发球 明显的很不适应 应该抓住宅超发球的机会 好球 好球 漂亮的 正手攻直线 这是于信航的拿手好戏啊 在前面单打对梁静坤的比赛当中 已经是有斩获了 对刚才这个球宅超想利用经验 快速发一个这个勾手的一个侧上球 想打一个于信航的侧手不及 但是往往这个就发出台了 被于信航给盯住了 又出台 哎呀呀呀 9比9 于信航也是非常懊恼的蹦了蹦 对因为这个球又是盯住了一个半数台 他已经形成正手上手拉的优势了 很可惜他是没有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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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8 左手的卫生号正好在侧身的位置打了一个直线 漂亮的进攻 这说明这个程庆齐接这个于信航这个发手接的也不是很好 你看包括这几轮接发过来都是有机会啊 对都是接的不是很好 拧了拧了一下漂亮的拧 第一个说错那么高第二个肯定肯定是要采取你的发的宣传不够 9比9来到了关键关键的程庆齐的发球 位置好接球 应该错刚才就是错了一下错好摆住 连续的戳球当中被沉浸不齐找到了机会 10比9来到了整场比赛的10比11对不起 没什么发球 没什么发球 赚的摆住 机会好球 11比11 又到了摘超摘超的发球轮 嗯 看于晋航都接怎么样 这个时候摘超经验很丰富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好的 于晋航的搓球那一刹那手上也是加了一些旋转 对 搓了一个扳住台 对 但这个球又扳住台又很短 所以这个球程庆齐确实不是很好拉12比11 看这回天津浩安能不能抓住这次领先的机会 于晋航的发球 可能是个长的 长的 放球 拉上 哎呀 魏晋浩 机会已经出来了 12比12 刚才这个球战术已经不知成功了 这个时候魏晋浩应该可能拉到就赢了 对 嗯 哪怕质量低一点不用使这个发这么大力 稍微轻一点可能拉上就赢了 承静齐发球再次搓过去 看看对方的战术战术配合 可能要拧位置好 拧 哎呀 没有拧啊 基本上没有拧啊 逢到承静齐的发球天津队基本上应该都是错 拧的话好几次都是失误了 老帅李震山交了暂停 对 主动要了一个暂停 看得来肯定是要布置想办法拿下这一分 全场比赛的赛点来了 这球我猜肯定是 李晋浩可能会布置一个主动搓长的战术 你看这个球一会儿是魏晋浩发 翟超接嘛 可能他可能估计会布置翟超 如果没机会你拧不了 能摆着摆摆不好 就主动搓给一个长的 给运行号让余晋浩正手去拉 然后拉起来之后 承静齐想办法去防这一把 然后围一个角度 想办法把两个人撕开 然后也是主动搓长也是 他们一直没有用这个战术 所以打到现在一直都在摆呀拧啊 摆呀拧就没有搓长 估计这个时候如果要变 可能会变这一个战术来想办法博这一分 十二比十三 魏晋浩 余晋浩暂时留后 第二局的比赛 估计 魏晋浩还是要发一个转的 出台了 哎呀太可惜了 天天这两名小将 在多次战友机会的情况下 是失去了这种 很好的机会 从前面 天天所丢掉的这种三盘比赛来看 呃 正是啊 还是我们那种年轻付出的应有的代价 哈哈哈 对 确实是经验略有不足 在关键球方面处理的 还是不如老将经验那么多 所以这种打到这种关键时刻 像刚才这种球 于晋浩失误的也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很遗憾 这场比赛天天豪安也是以3比0 输给了巴仲海润队 还会在这里为大家见面 网友朋友们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的前方记者还将在赛后为您带来对于主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